我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这个技巧 它会跨不同的软体 例如说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是什么意思呢 它可以把这个邮寄的文件 邮寄的文件 前面呢 例如说可以放好某某人 例如说某某某先生你好 某某某小姐你好 然后接下来我寄 而且寄给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直接寄到他们的信箱 例如说第一个人寄王小明 然后直接寄到这个他的信箱 所以他就直接去收信了 所以合并列印可以不用纸张 或者是输出的方式可以印成一个纸本 或者是直接寄到对方 所以合并列印 它在宣传或者是寄活动DM 是很方便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怎么做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这边用到两个档案 好 这个档叫做文件档 我们扩称主文件 最主要的文件 这个叫资料档 也就是说里面会透过 Esell他表格的一个性质 他会放这个人是谁 他是男生女生 还有他的地址 电子邮件 这些资料 所以有分这两种档案 通常我们是把这个主文件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把资料放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某某某你好 而不是说直接寄给他名号这两个字 这样的话是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所以接下来呢 怎么做这个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它在邮件这边 在2010年的时候 他没有合并列印这个名称了 他就直接改名字叫做邮件 邮件 为什么 他就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我的文件 做完的这个内容 应该是要透过电子邮件 寄给别人 但是我相信在2016年 他应该观念怎么想法都不一样了 应该是透过社群 软体寄给大家 例如说也许是LINE 请问一下 你一到办公室 会不会第一件事情开信箱 应该不是 先滑一下手机 看你的LINE的讯息 有没有长官给你一些交办事项 所以已经变了 已经变了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来观看一下 这个邮件 邮件里面的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这边是不是可以建立信封 或者是标签 那我们现在做的应该叫做信件内容 所以这边我们都不点了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其实建立完毕 是不是启动合并列印 然后后面全部都是灰色的 没错 你就只要按照这个顺序把它设定完毕就好了 那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先启动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有很多种 看你是要做信件内容 还是一般握的文件 因为信件内容就是属于一般握的文件 那请问电子邮件讯息是不是也是属于一般握的文件 是的 信封是不是也是属于一般握的文件 是的 反正你点一般握的文件 绝对都对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可以选择更接近正确的 例如说信件 可是你做完之后这边还是没有反应 接下来是不是要做第四个工具 因为只有这个是亮起来 其他都是灰色的 所以我们继续做这个选取收件者 点选收件者之后 这边有建入新清单 就现在开始打字 或者是使用现有的清单 就是现在就已经有那个Excel档案的话 我们就去选它 所以使用现有清单 使用现有清单我们要选什么 刚刚我是把那个Excel清单放在这里 合并列印 然后邮寄 合并列印资料文件 然后开启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三个工作表 我们要选择第一个 第一个工作表 确定 这样我们就把 资料叫进来 叫进来之后 你看这边全部都变成什么了 可以使用的状态 已经不是灰色的了 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去做书写与插入栏位 所以选这个 插入什么栏位呢 我想和各位能不能理解 这边上下有两个不同层级的按钮 这个按钮呢 主要就是经常使用的部分 这个就是细项了 这个就是可能我有 假设里面有四个栏位名称 这边就分别列出来 在这边应该选择下面这一种 这个是总 整体 整体 这个是明细的感觉 例如说在这边我们是不是要放 因为是某某某名号 应该不会放会员的学号 或是学生的学号 但是请问 假设我们今天是中华电信的信件 它可能会直接显示会员的编号 它可能不太会显示你的姓名 那不一定了 看大家的一个使用 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姓名 我觉得还是放姓名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性别 我们先不谈性别 我们就直接先打一个 先生小姐 好不好 先生 然后斜线小姐 名号 因为你也不知道 王小明是先生或小姐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去做一件事 就是完成合并列印 因为这边是不是有左到右 这边已经设定好了 设定好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完成与合并列印 这边有三个 第一个是编辑个别文件 我就可以分别去看 每一页 一页就是一个 一个会员的信件 所以如果有三个会员 我就会有三页 那列印文件就直接把它印出去了 通常在列印之前 应该会先编辑个文件 然后这边还有透过电子邮件传送 那如果有三个会员 我就寄三页信出去了 就这样子的差别 那我们现在因为没有要寄 我们如果要寄的话 就直接点它就好了 那我们先看这个编辑个别文件 点下去之后 先选全部的内容 确定 请你仔细看一下 现在有两份文件 一个叫做什么 原本的组文件内容 这是原本的组文件内容 这个是什么 结果文件 结果文件 你看第一个 王晓明先生小姐名号 第二个 李大鹏先生小姐名号 第三个 赵小美先生小姐名号 没有了 就这三页 因为只有三个人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合并列印的做法 这一页 几乎我们就是拿来做列印用的 所以我就先暂时把 结果文件关掉咯 不要储存 因为我们的组文件 你随时都还可以再去点这个 完成与合并 编辑个别文件 又再产生结果文件 可以吗 所以通常我们要存的是组文件 请问要列印的是什么文件 结果文件 请问至始至终 我都没有刻意打开来的文件 是什么 资料文件 可以吗 这边就有三页 就是 请问你要储存的文件 是哪一种文件 是不是组文件 对吧 然后请问你要列印的 是不是结果文件 好 那至始至终 你都不会去打开来的是 资料文件 好 我们就请你先学到这个地方 请你先做 和并列印 好 好 好